大家好,今集同大家又提一宗在澳門昨晚發生的又是跳樓案件 施警局表示,在二十五號晚上七點半 首先接到消防局和山頂醫院的通知,說在快指機被約翰街附近的一個大廈對出路面 就有一個老人家由高處墮下經過搶救後證實死亡 施警局派人去調查,事發在七點十三分 有市民走過上邊的地址聽到一聲巨響 經過查看發現有死者躺在路面上報警求助 這名死者是大廈住戶,亦都在大廈平台一個圍牆發現到一條木梯 由木梯向下望的街道正正是死者服屍的位置 初步懷疑死者利用這條木梯去翻牆跳下來 施警說在屍體上沒有發現到和刑事犯罪有關傷痕 身上的傷痕亦都符合高處墮下所造成的 這名死者姓韻是男性79歲澳門居民,亦都列了屍體發現案 其實我最近真的不太明白為何澳門 是突然之間多了這麼多這類高能老人看不開的案件 好奇怪的 到底最近發生什麼事呢? 那麽都是那句了,大家有什麼看不開都不要做傻事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個言吧,下集再見啦,拜拜!